我是Biona 今天這麼早去上路環 搞什麼 當然是來開工 疫情下 大家都說找工作有點困難 不過就讓我在一間cafe 找一個part time來做 不知道我做一下做一下 會不會成功開到一間cafe呢 今天就是老闆娘Grace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給你一個維菌 謝謝你 第一天上班 可能會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 可能會主要幫我們收錢 然後夾一下pastry 也會說一些咖啡知識給你聽 或者有些簡單的食物製作 也可能要你幫忙 好啊 我做得來的 我們要由低造起的 抹桌 現在疫情下 所以抹桌也要抹得仔細一點 但現在算是小人 我們沒有客人 很忍心這裡的生意 現在是中午十二點的時間 好安靜啊 好像有人開始放午餐了 現在疫情下 中上環的情況 是不是都是偏安靜的呢 是不是個個都 還在work from home 呢 那我的90號創業大屆怎麼辦呢 我到現在都沒有沖到一杯咖啡 嗨 兩杯咖啡 哈囉 好 好 好 謝謝 我覺得認真工作的女人是最美的 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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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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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短短兩年就開上環這間分店了 不過受到疫情的打擊 要撐起兩間店 都別說不吃力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我們這些 本身是想做辦公室行為主的 因為大部分都會變成home office 可能過年前後都一下 突然間沒有五六成生意 又不是抱著一個很賺大錢的心態 所以都沒有想競爭太多 因為我們是Double Shot 那你按這個Double Shot 它就會出來 然後磨豆 然後我們就會有些基本的動作 因為都會想先整平咖啡粉 然後再做這個叫Tamping 壓粉的動作 就是確保它的粉餅是比較平均分佈些 所以它出來的咖啡就會均勻碎脆 熱水比較均勻碎 熱水比較均勻碎 會比較有果香 另外巴西會令身體厚一點 還有尾段有少許朱古力 杏仁和甜味 好香啊 鏡頭能否聞到它的香味 我也算是第一次喝Expressor 因為我通常都是喝Long Black 或者是Amerikano比較多 是第一次喝Expressor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比我平時喝是強勁很多 你平時喝的Long Black 也是從這個Expressor 但平時我們 如果你在我們店裡喝 就雙倍鏡 所以是兩個Expressor 還要加上 我喝完 是否應該就知道 沖煙杯 是否應該就這樣 看老闆娘就好像不難 但你說要做Latte Cappuccino Mocha 加上打奶和拉花 要再做另一層功夫 要慢慢學習 那老闆娘你學了多久才有現在的功夫 其實我自己如果入了咖啡這一行 就應該有七至八年 我們經常都會去咖啡喝咖啡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對咖啡工作有一個幻想 就是覺得做咖啡師或者沖咖啡真的很好 很有型 不過當你真的做下去 我覺得是辛苦一百倍 特別剛才第一次操作那個機 很緊張的真心 原來這樣騙一下 不要小看一下動作 原來會影響你整杯咖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原來要開咖啡做咖啡才是一段很長的路而學習 現在早上後的同事很厲害 很厲害 他22歲而已 正在讀大學 是否年三年 2月5 2月5 哇 阿樂有沒有想過畢業後你會做什麼 我 咖啡師 真的嗎 你不是讀優異教育嗎 是啊 因為我慢慢地 因為我讀完之後 不想 但你讀了五年了 對啊 所以讀到3、4之後 就覺得自己的興趣還是做咖啡師 嗯 所以就來咖啡店做兼職 然後有一次喝了一杯 很好喝的 他有更好喝 Dirty 然後我就問他們怎麼做 嗯 然後就交流了一月 之後他就 因為他那時候要開這間店 然後就進來了 是 然後就一直繼續做到現在 對 你要加油 你夢想會實現的 我也要拿你 咖啡工資 要洗東西 又要煮東西 又要掃地 拖地 隔油池 沖咖啡只是很多環節 其中一個環節 我不想他有一個錯誤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拉筍很有型 沖咖啡很有型 所以我選擇咖啡師 但是其實只有很多部分 其中一個環節 要兼顧細節 對 那阿樂你要做咖啡師 你這條路很長 本身做老師 薪金已經不差 至少兩萬多 在香港就想到沒有一間 會用兩萬多請你 加油阿樂 我們遲些過了幾年 喝你杯咖啡 我們的九十後同事 十分勤力 他現在是 剛剛做完小學生的工作 他現在是網上課 現在九月開學了 所以現在就一邊打工 一邊回兼職 現在的年輕人很厲害 雖然我自己當時也是這樣 老闆娘 我今天做完一天 你覺得我工作表現如何 OK啊 因為可能 其中咖啡的東西 就是經驗累積 對黑 態度 完全沒有問題 是 那你覺得我有沒有潛質做這個咖啡師 絕對有 我經常跟同事說 這個咖啡師 可能只是一個很小部分 因為我覺得自己也不是一個 超有天分的人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靠你熟能分考 勤力是絕對可以幫助到的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那老闆娘你也要加油 你的咖啡經驗都不容易 我們會努力的 加油 我會繼續 加油 好 我下班了 好 麻煩 拜拜 拜拜 嗨 做完一天Hard Time之後 我翌日都是 全身散散 不算骨痛 雖然那一天人客人也不算很多 不過其實經過一天的相處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老闆娘Grace 因為其實在疫情下 無論你是做生意好 或者不是做生意都好 其實大家都可能面對很多困難 但是我覺得Grace 有那種 翌日她追求夢想是很堅持 很堅持 去到她夢想實現了之後 她仍然都有翌日的那種堅持 和堅守的勇氣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我要給老闆娘 還有另一個我要給心心的 就是我的教授後同事阿樂 因為可能現在 即同大家畢業 可能對於未來 都可能會有點迷惘 但是阿樂其實她也是 讀了五年的大學 不過她現在偶然的機會 發現自己最想做的 都是咖啡師 所以我覺得她有那種 即使咖啡師 可能現實人工福利 沒有老師那麼穩定 都好 我覺得她仍然都有那種 決心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所以大家都要不要氣餒 努力